翁童和首先我们说他作为晚清众臣 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你起码说他是两朝帝师 同治皇帝光绪皇帝老师都是他 过去有句话叫人臣之众无过帝师 你要说当臣子的最高的荣耀什么 那就是给皇帝当老师 给皇帝当老师 当然我们说政治上你要对皇朝绝对忠诚 还有更重要一点 你学问得大 你教皇帝你学问要差的 你肯定干不了 那么说翁童和这学问大到什么程度 他首先有一点 他是咸丰六年中的状元 您可注意状元我们现在有高考 高考说每年各个地方各个省的状元 还是说全国的状元 好像这状元很珍贵 我告诉你跟过去的状元比 现在的状元就贬值了 就不值钱了 为什么呢 现在你看各省高考的市卷不一样 你说你是安徽省状元跟江苏省状元 他没法比 因为高考的卷不一样 过去不是 过去考状元 那可是标准的全国一张卷 还另外有一点 现在是每年高考都有诸多状元 过去状元是三年才出一回 考完举人三年之后 进京赶考 就每三年才全国能出一个状元 当有特殊时候呢 说这个皇上啊或老佛爷有什么好事来 咱出一个恩科 就特别资恩于你 再加一年状元 这是很少见的事 总体来说是三年一科状元 所以翁同和当这状元 这说明在当时读书人里 他是跳出了不起的人 当然这个状元呢 我们也得看看说 翁同和是不是我们说那种 韩文出贵子 不是 人家老翁家 这家是读书世家 他的祖上的祖上啊 就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 叫翁拱臣这个人 当时呢 就已经凭借着科举做官了 到他爷爷 他爷爷叫翁先锋 是乾隆年间的举人 也是入朝卫官 他爸爸叫翁新存 是道光年间的进士 后来跟他呢 同朝卫官 还干得过正义品 所以你到了翁同和这 他得了状元 这也是一个家族的科举历程当中 水到渠成 他到这程度了 所以你说后来 包括他的侄子 也获得了状元 人这家可是不白给 这我们说门风不光正啊 那也说明他家这些年的积累到这了 你看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你看考北大考清华的 一调查呢 家长从哪个阶层来源最多呢 高校老师从这里来源最多 为什么呢 人家家里对考试对学术啊 人家有非常基本的这些要求 所以孩子往往从小呢 得到训练 那么人家老崩子呢 那不光是考状元科举啊 人家做官呢 多少朝的人都做官 那好 所以人家在官场上 在科举这块 人是有扎实的人脉和经验的 所以这一点呢 你无论什么时代都如此 你包括我们现代社会里 那美国还有多少个正式家族呢 你像什么布什家族啊 包括后来克林顿家族啊 那也是一个家族里头 他有经验上的传承 我们现在中国社会 你也知道 有那么句顺口丢 我就不方便给你解释了 你自个儿琢磨去 所以这个村长是打出来的 乡长是喝出来的 县长是送出来的 省长是生出来的 最关键最后一句 你琢磨琢磨 为什么叫省长是生出来的 那也是讲门庭的 也是讲家族渊源 家族血脉 所以说翁通河 他作为状元来讲 可以说是积极世之余音 才有他现在这么个成就 那么说他当状元呢 在历史上还有很有意思的故事 人家管他呀 说翁通河什么状元 叫人身状元 什么叫人身 就咱平常的补品的人身 为什么管他叫人身状元呢 这翁通河呢 后来有一个不算仇人吧 政治上不带对付 这个人也是大学士 很了不得 叫孙玉问 这个孙玉问呢 和他呀 本来是世交 就富一辈子一辈 爸爸关一好 到他这辈 也基本都是童年 就一起参加这个科举 一起参加那个考状元 那么据说呀 考状元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呢 说这个状元呢 不是孙玉问 就是翁通河 二者必居其一 这老孙子呢 就起了坏心了 头天晚上呢 以长辈邀请的名义 来来来 你到我们家喝酒了 就开始灌翁通河 第二天就电视了 就上电 见皇上了 最后一面嘛 决定谁是状元 然后就把翁通河 给灌的 八九不离十 而这工孙玉问呢 早早回卧房休息 一一代劳 然后他回家还不说呢 这老孙子还打盆啊 在翁通河住的宅子外头 放便炮 这个咱大伙都知道 原来有那个足球队啊 到咱们的客厂 跟中国队打 咱们球迷为了帮不争气的 中国最后队冲出去 把那鞭炮啊 敲锣打鼓 在人宾馆底下连喊 其实这很不文明行为啊 不正当竞争 结果造成第二天 打卷子之前呢 这翁通河就头云眼花 没休息好 一个晚上没睡 这时候正感觉萎靡不振 突然想起自己带子里头啊 有家里头给拿着两颗人参 据说他把人参拿出来 喀啪喀啪 跟吃萝卜就给嚼了 然后精神大振 随后上殿 面见皇上 勤点投名状 所以问的阴谋没有得逞 说后来两家就闹白了 而且这个翁和孙之间 后来是不和啊 有很长时间 互相之间名战案斗 这故事你听着有意思吧 说管孟能和叫人参状 好玩是好玩 根据我的常识判断 这故事基本是瞎编的 这老百姓在那一吟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咱们从事实上说啊 人参状 人参那个东西 它不是胡萝卜 你看这像啊 你甭说两根啊 一根你吃你试试 那身体再虚弱了 要整个人参吃下去 立马鼻子口穿鞋 那是个吉普的东西 它不是慢慢来的东西 哪有像吃萝卜 是那么两个人参嚼去 孟能和这点常识没有 再第一个 第二个 人家电视到最后 面见皇上的时候 您可注意 那个答卷不是主要的 往往皇上最后 你是三甲 比方说壮丸 榜眼 探皇上这仨 这仨不是说主考官定 主考官前面的进是什么 他都可以定 唯独这个皇上得看这几个人 然后皇上是相忠谁了 谁才能是壮丸 而这个过程跟你答卷多少 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历朝历代的壮丸 往往长得 天庭饱满 地各方圆 一表人才呢 皇上最后得挑啊 你看咱们看电视剧 宰相刘罗锅 说刘罗锅中壮丸 那是胡说八道 刘庸那是晚年呢 素素大了 驼背 大伙管子叫刘罗锅 如果当初他就是个罗锅 像李宝田张国立衍那戏事 不可能 首先皇上一看你是罗锅 这样的人点你为壮丸 我大清国国统何在啊 就比方说我们奥运会 这个前面打齐 那个你不用姚明 你用攀长江上去 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 他一定是一仗一仗 就代表大国的体统 所以说最后皇上得在金殿上 定谁是壮丸 不可能你把谁弄得萎靡不振 这是卷咋不好了 另外一个就上去 这种不正当竞争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说这人神状元 只是给翁通和的传奇经历 增生那么一笔 好像呢 他就冥冥之中揣着两个人神 似有天柱 最后他当了状元 那么我们说这个翁通和 状元之后的仕途啊 可以说几乎是一帆风顺的 而且他在这个晚清好多重要的位置上 都发挥了作用 你比方说咱们说点小的吧 您知道晚清有四大起案 有个杨南武一小白菜 杨南武一小白菜呢 这杨南武被冤去了 说跟小白菜两人勾搭成奸 把他本夫给杀了 这个事呢 在杭州压下之后啊 都定了死案了 这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纸 把这事报道出来了 说此中有冤情 而这个事呢 上乘到翁通和呢 翁通和当时是什么呢 叫刑部侍郎 和现在说什么 就公安部副部长 翁通和一看这个 也觉得不合理 所以是他把这个本子 奏到慈禧太后老佛爷呢 才最终造成杨南武小白菜 这个事情犯了 所以就翁通和 你想他如果要是一个 浑浑噩噩当官的 那这种涉及民间冤情疾苦的事 他怎么可能下这么大力气 还上乘给老佛爷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从这点看 翁通和在每个岗位上 你就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 他还算得上是兢兢业业的负责的 尤其有一点 他管了大清财政多少年呢 他还算得上是兢兢业的负责的 负责的负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